中療鄉是南道館老人人口第二桌鄉店 向公訴這支推動老人好利的國務 這次也跟在地鄉舊機構來做 先用音頻傳老人會空間 開設四季鄉舊鎌馬店 讓鄉頭在中架在實際環境內 可以競家主宰 促進健康樂法 對著夜景比較穩定 在中療鄉老人會鄉舊鎌馬店 有七月份開始上課 到鄉舊這麼多快樂 在近時可以用到白的燈內燈頭 都騎上舞台等很多活力 我身體也很緊張 很好 很好 煮飯也很好 心情很開心 我來這裡是第三個 90歲 我們提供的課程主要有社會參與 然後預防延緩失能 然後還有一些抑制動腦 還有一些手工藝的部分 然後我們也會再引進一些 例如說像一些美學的課程 然後來就是充實長輩的生活 利用到中療鄉老人會鄉地 領著高齡優先的空間 公司恩馬公 他幾條鄉舊機構正在庫頂段 可以換到中療程 在到達完整的照顧 那就是說以前說 如果小人的人家家都很會 很會處理工作 去問我們說 我們中療程 如果有好 就比較高 還有大家的配備 做得都很好 這如果有的 產障要坐電費都很好 讓我們中療社區這邊的 所有的長輩 能夠多多的來利用 透過我們這些在地的一些 專業然後專責專人的一個服務 來照顧我們的這些長輩 那甚至在我們失能 還有失智的部分 我相信我們會有更多的 資源來照顧他們 南大館政府表示 目前官來老人增口 超過到九萬五千人 比例接近到百分之一十 當然鄉是第二次的鄉定 高雄國小的平衡 負責政策的基地比較逢 競爭到鄉舊的主管 提供瓜仔阿公阿嬤來參與 目前只有三個西級巷弄長造站 還有六個社區造物管理據點 以老年人口這麼多的情況之下 還是不夠 所以說我剛才也拜託鄉長 還有我們社會課的課長 能夠多尋找一些 我們公有的設施 能夠提供場地出來 那有關這個長造的這些 這個團隊長造的機構等等 我們就可以請他們來做評估 管副總頭尾道家公司的合作 來競爭地地化完成 登須服務 帶著證明照顧到 使得的目標 記者明信 差不多